本来气氛还很伤感 但顶尤只剩下李瑞跟大妈鬼时 大妈鬼突然语气变了 嘴里不断的重复 他曾经也是年轻貌美的大美人 变成这副模样也不是他愿意的 都是外面的狐狸精魅惑人心 破坏他的家庭 可恨的狐狸精 瞬间大妈鬼双眼布满了血红色的血丝 双手狠狠的往李瑞的脖子掐去 李瑞还来不及做反应 就被大妈鬼掐住了脖子 呼吸不到空气的窒息感 使李瑞拼了命的挣扎 那可怕的大妈鬼嘴里还不停的咒骂 狐狸精去死吧 这时一个惨叫响起 大妈鬼的胸膛被剑刺穿了 不一会剑拔出来 大妈鬼倒在地上疼痛了叫着 蓝青青冲过来李瑞影旁 拍拍他的后背 关心的问他要不要紧呢 李瑞影摸着发疼的脖子 不停的咳嗽 蓝青青叫唤了雪松快点过来看李瑞影 话财落下李瑞影晕倒在蓝青青的肩膀上 雪松立刻抱起李瑞影往下走 时间不知道过去了多久 李瑞影碎眼心松的眨眨眼皮 朦胧间他好像看到了清旋哥坐在床盘 一直看着他 他好想睁开眼的看清楚 但他好困了 实在睁不开眼 所以又睡着了 等他醒来 已经是隔天下午的事了 见他苏醒大家才松了一口气 李瑞影的脑袋还有点不太清楚 不疑大家怎么都在他房间 施文奇紧张的握住他的手问 忘记昨晚发生什么事了吗 李瑞影才意起 昨晚那大妈鬼突然攻击自己的事 施文奇才讲 那个大妈鬼早就不安好心了 生前因为丈夫爱恋年轻貌美的女子 所以对年轻的女子心存怨恨 大妈鬼故意跟他周旋那么多天 就是想放松大家的警戒 才好对他下毒手 还好蓝清清跟那个人 一直守在顶楼的门口 才能及时而救他 李瑞影抬头而谢谢蓝清清 而施文奇口中的那个人 指的就是雪松 不过雪松一副事不关己了 不看李瑞影依靠在门边 李平心疼了摸李瑞影的头 说怨鬼的事就算了吧 这事太危险了 他不敢想象下一次 他又会遇到什么危险 周天琪也附和啊 怨鬼本身怨气就重了 不是他讲几句话就能化解掉 而且不想投胎 那是他家的事 他只想闺女活得健康快快乐乐的 施重坤这次看李平跟周天琪站在同一阵线啊 经过昨晚的事 蓝清清笑自己太过天真 原以为自己对鬼魂看得透彻 结果是什么都看不清楚 李瑞影见大家担忧他的样子 他打起精神了 告诉大家 他不想放弃 因为他曾经也因雪月之人这四个字困住了自己 他很清楚困在深渊里那种无助感 要不是遇到大家一直给他爱 给他希望 他恐怕还在那无底洞里 叫天天不理 叫地地不理 所以开解鬼魂的事 他一定要做 这次的事就当作是个教训啊 以后他会更加小心啊 大家见李瑞影固执己见 也就不再反对啊 纷纷的去楼下准备吃的 要给李瑞影 李瑞影见雪松要走 喊住了他 雪松一张人脸对上了李瑞影 李瑞影不惧怕的看雪松向他道谢 雪松不屑一顾 指李瑞影是在玩火自焚 可李瑞影不怕 说淼淼的怨气不就是他化解掉的 这让雪松更吃之以鼻 说小孩鬼给他糖给他吃好吃的 有得吃有得喝 当然会乖乖听话 跟那些心怀不轨的鬼 有天狼之别 叫李瑞影怎么会那么天真 李瑞影听出雪松贬低他的意思 但他不生气 反而笑自己 或许是自己的一股傻劲吧 但他还是想做点什么 哪怕是一点点的改变 只要人帮上清旋歌 他都会去做